健康 科普 动漫 弄给你课 肉肉和胃都是蛋白质 胃液为啥能消化肉肉却不会消化胃呢 胃能保住性命 全靠位于胃黏膜表面的黏液细胞 帮胃一连设立了三道屏障 胃黏液 碳酸青黏屏障 黏液细胞分泌大量黏液 在胃黏膜表面形成凝胶状黏液层 黏液层非常粘稠 能有效阻断胃液与胃壁的接触 黏液层含有碳酸青黏 呈弱碱性 就算有胃液想强行突破 也会被中和 胃黏膜屏障 如果有少量的胃液突破黏膜层屏障 该怎么办 黏液细胞紧紧地排列在一起 形成一道肉身屏障 黏液细胞就是这么决绝 想要伤胃 先弄死我 快速修复机制 在胃液侵蚀下 部分黏液细胞就这样死去了 黏液细胞使出必杀剂 快速修复机制 只需两到三天 就能给所有黏液细胞来一次翻新 カンタosa 你现在 Corinthians 刚刚才费人END青黄液细胞